你们见过脾气这么好的狗吗 给别人薅头发薅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有这里突然被药囊神 把嘴里的骨头给吓掉被抢掉了 但我被接下来这摇着尾巴 扇着飞扎的样子 还以为遇见了什么好事呢 真的是个乐天派 转眼捡了另一个 然后冲着肖天犬开始嘚瑟 嘚瑟就容易挨揍 肖天犬做完大黄揍 还有这里就算被肖天犬薅了一下 也能不计前嫌 接着摇着尾巴找肖天犬撒娇 奥巴的家庭地位 从这个吃饭的座位就能看得出来 不过奥巴是只标材 只不过现在尴尬吃太瘦了 再过两三个月至少比三小只大两圈 给奥巴偷偷加点餐 助他早日脱离弱小无助的处境 这帕特生骨肉冻肝采用低鸣吐原 失口性也好 这纯肉配方也符合狗狗烈食天性 本来我还觉得奥巴是因为性格太好了 导致他这么可怜 迟到我看到了这个 你能想象你的一个同性友人 见面跟你打招呼 就开始跟你舌吻吗 讲道理是我的话 我也忍不住要揍他 好 好 好 就开始险 感谢观看